内政部警政署和原住民族委员会 为了增进警察机关原住民员工 亲子互动和交流 12号上午是在花莲县政府前的石雕公园 举办了花东区109年全国警察机关 原住民员工推展原住民族传统文化 即亲子的活动 而来自全国的警察同仁 一方面是享用美食 另外一方面也放松心情 享受专属于他们的节庆 来自全台从事警职的原住民同仁 12号上午在花莲县政府前石雕公园 举办花东区109年全国警察机关 原住民员工推展原住民族传统文化 即亲子活动 现场同时规划了一系列原住民歌舞表演 在场远景纷纷下场载歌载舞 展现无穷活力与才艺 花莲县警局来对于我们整个花东两县的警察人员 我们的活动能够来承办 而也让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花东两县能够聚集在一起 而且让我们的友谊能够升温 也让我们的宝券都了解 警务工作非常非常的繁重 尤其常常要调动 真的非常辛苦 让我们的这个宝券能够更安心 当然我们也要做的让宝券更放心 对不对 花莲县警察局局长林书辉表示 幼稚的警政服务需要每一位同仁共同打拼 原住民同仁 亦是警察团队不可或缺的优秀成员 为了打造安全社会 扫黑反毒与打炸 成为了当前治安工作重点 警察同仁的责任与任务更行检举 借此对原住民同仁工作辛苦 表达肯定 现场棒不棒 好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